OK,让我开始吧 欢迎来到CubeConChina2021 这是线上的Event 我分享的题目是 Innersource and Devils They are soulmates Innersource和Devils 他们是灵魂伴侣 这是我的agenda 首先我会讲什么是Innersource 以及好处 然后会讲什么是Devils 以及好处 之后我会详细分析 两者之间的关系 他们具备有相同的目的 相同的价值观 以及互相促进 最后我给一些建议 对于一个企业 如何同时采纳两者 OK,我们开始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谭中益 我是一个20年工作历史经验的工程师 我是Mozilla Gloom Apathy的committer 也有位是Innersource Commerce 国际内源基金会 和App Atom 中国开源基金会的会员 在国内我是Innersource Evangelist 我在百度和腾讯都主导或实施过 Innersource的实践 实际上我的talk呢 是Inspired by this talk 这是一次 国际内部开源基金会的community talk 是Comcast的飞王 和BBC的Stefan和Tom 所主讲 他们分析了 Innersource和Divorce的一些关系 然后并且讲出一些具体的学习实践 被这个talk激发之后呢 我更详细地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有了这个talk 为什么说他们是soulmates 简单来说 Innersource和Divorce呢 他们是基于相同的目标 都是improve efficiency 都是为了提升效果 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也可以互相促进 Multi-Promotion 最后呢 他们俩都是基于相同的价值观 开放 透明 协作 Open Transparent And Collaborate 什么是Innersource 从Wikipedia的定义来说 Innersource Is the use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Developing Best Practic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Open Source Net Culture Within Organization 用中文的话来说 就是说 从开源社区软件的研发中 吸取经验教训 并将使用于公司内部 软件研发团队的一种 开放模式 简单来说呢 就是在公司内部开放圆满 并接受别的部门的贡献 用国际著名看源活动家 Innersource Commerce 国际内源基金会主席 Dance Cooper 女士的话来说 即在公司内部 采用Apache Way 待会我对Apache Way 会有一些简短的解释 Innersource的好处呢 有很多种 它首先可以有助于 提升代码质量 Linxon Law 就是有更多人 看到代码 内的代码质量会提升 这个法则呢 不仅在开源社区使用 对于实行内部开源的 内部开源项目 也同样使用 第二点呢 就是说 它真正能把代码review 弄到实处 这点呢 我很少以前有人说过 我这里也强调一下 代码review 在工程能力实践中 是一个非常好的 有助于提升代码质量的 一个实践活动 但是在很多公司 即使他们把代码review 已经做成了强制规范 就是说 没有经过代码review 是不允许计较 但往往代码review 也容易流于形式 只有在实行内部开源的项目中呢 这种internal的代码review 才能会真正的是 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因为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一个代码的贡献 patch 是其他团队提交给我的 而我要常去维护这个代码 那么我在review的时候 自然会特别特别的仔细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好处呢 有助于代码复用 记得之前有一个 很厉害的CTO说过 我们工程师 写代码很重要 但在写代码之前 要知道自己写什么 更重要 所以说 search before your code 如果在公司内 你能发现 比较好的代码 可以直接拿来用 这样你就不用去 自己从头造轮子 而且如果你有些功能 你可以把它 需要它来实现 你可以自己来看多代码 来实现它 所以search before your code 是有助于代码处境复用 当然还有助于打破部门墙 减少重复造轮子 还有助于提升人员能力 有助于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这些都是Innersource的好处 然后接下来说 什么是代码 Wikipedia这个定义 我就不说了 我简单说一下 它的中文的意思 代码处简单来说 就是一组结合了软件 研发 Dev 和IT运维 Ops的一些实践 它的目标 是缩短系统的开发周期 提供高质量的持续交付 Dev's好处 它有更短的交付周期 更高的上限成功率 更频繁的交付次数 更快的错误恢复时间 这里是来自于 这是国际Dev's领域 一个非常有名的报告 是有一个DORA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Dev's调研机构 它在2019年发布的 States of DevOps 这个研究机构 基本上每年都会发布一个 States of Report 在2019年的时候 它说到了 对于Dev's有常见的 它分为四个指标 然后根据各个公司 实行Dev's的情况 分为了四个等级 对于Inet 以及U 做得特别好的团队 他们在四个指标上 都优于其他团队 比如说对Dev's 就是部署频率的话 经营团队能做到on demand 就是说按需的进行部署 那也就是说一天可以无数次 而对那个 need time for changes 代码提交 到上天完成 它们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 这都是非常好的 好 我们接着来说 Innersault和Divorce 它们之间的表象关系 同样来自这个report 2019年 States of DevOps 再从这个report上说 high performers favor strategies that create community structure at both low and high level in the organization 意思说 经营团队更加认可 内部开源社区 就是在Dev's领域 做得好的团队 它们非常非常认同 内部开源的这个理念 为什么呢 下面我有一些更详细的分析 因为它俩呢 是基于相同的目标 它们是有共同的价值观 最后呢 它们是相互促进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们的相同的目标 它们相同的目标 都是为了提升效 Innersault的出发点呢 是提升复用 减少重复轮子 无论从事最底层的代码级别的复用 还是组件级别的复用 平台级别的复用 开发原码是能大大提升 这个复用的程度和复用的懒度的 降低懒度能提升复用程度 而DevOps的出发点呢 是Dev和Ops紧密结合 它依靠大量的自动化 这个呢 是有名的Dev的双环 从左边的Dev 从Plan 制定区域开发计划 到Code编码 再到Build编译 最后到Test测试 生成Release包 右边呢 是IT运维所做的工作 它从Deploy部署 到Operate运维 再到Monitor监控 监控完了之后 线上产上大量数据呢 然后做统计分析 然后呢 产品经理呢 从这些数据里得到Insight 有新的idea 产生新的Plan 这个呢 就是著名的Diobus双环 这个环呢 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 转得越快越好 而要要转得快 依靠的是大量的自动化 而复用和自动化 正是提升效率的基本做法 InnoSource提升复用 Diobus依靠自动化 所以说 我认为InnoSource和Diobus 它们的目标都是相同的 都是为了提升研发效率 说完它们的目标 接着说它们的价值观 价值观呢 都是开放透明协作的价值观 InnoSource呢 是在企业内部实现的Apache Way 而Apache Way最核心的部分 即开放透明的价值观 好 这里呢 是我对The Apache Way的解读 当然了 The Apache Way呢 几乎Apache的同学 每个同学 对Apache Way 什么是Apache Way 都有自己的解读 这里是我对它的解读 我的解读是 The Apache Way呢 是适合Apache基金会软件操作 和传统的一种模式 它从上到下分成了好几层 最上层呢 是行为规范和惯例 包括mail list 使用邮件列表 包括voting 投票的规则 中间那一层呢 是原则 包括协作的软件开发 包括commercial friendly standard license 包括商业友好的license 包括持续提交 高质量的代码 等等等等 然后再一层呢 就是核心的价值观 Venues 开放透明协作的价值观 有一句很有名的slogan commit over code 说的就是这个价值观 当最理层呢 是Apache基金会的使命和愿景 provide software for the public good 这个呢是Apache基金会的解读 大家能看到 非常核心的部分是它的价值观 开放透明协作 而这个呢 也是在其他开源社区 能够被推崇的一个东西 在内部开源社区 Apache Way 开放透明协作的价值观 也是它非常核心的部分 好了 讲完了 Innersource的价值观 我们来看一下 DiOps价值观 同样也是开放 透明协作 我们来看看 DiOps常见的一些工程实践 包括持续集成 持续部署 不责备的事故复盘 Build Quality In 等等 这些实践呢 都是DiOps同学 在长期的工程实践 总结出的 非常好的工程实践 但要把这些工程实践 真的做得好 是离不开 开放透明协作的价值观的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持续集成 持续集成呢 其实说的是说 代码从提交 到马上触发到自动化测试 然后再到 再到编译 再到 代码提交 到编译 再到自动化测试 再到工程化测试 然后再到 再到那个打成二级日报 这个过程 它需要开发和测试呢 紧密的配合 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我们需要开放 开发和测试相关的一些 一些环节 包括代码 包括编译配置 包括测试脚本 等等等等 如果不给予这开放 透明协作价值观 而是把人为的 把持续集成的环节 割裂成 就是说开发的指管 开发的环节 测试的指管 测试的环节 那么这个环节的运作 会非常的不顺畅 也达不到持续集成的目的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是不责备的事故复盘 这个呢 在国内 其实很多企业 是做得不好 因为线上事故 在发生时候 我们需要做复盘 但采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进行复盘 这是事故复盘的一个关键 我们能看到很多团队 在做事故复盘的时候 干的第一个火是定责任 然后一定责任 就要追责 然后事故复盘会 就成为一个疯狂的甩锅会 大家急于撇清自己的责任 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但撇退到别人身上 最后被勉强承担责任 他只会迅速把这个事情close掉 而不会对事故的每个过程 进行详细的分析 然后看看如何能够去 快速发现 快速止损 然后系统能否自动容错 从这些角度来进行分析 所以说 如果没有这种开放 透明协作的态度 价值观是很难在团队内 建立起这种信任感 而没有信任感 这种事故复盘 是很难做下去的 即使做了 也都是些表面功夫 而那些所谓的措施 也是执行不到位的 就是说 如果这么做 那么事故一定会再次发生 所以说我觉得 Dialops要执行的好 这些工程实践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 没有基于开放透明协作的价值观 去进行这些工程实践 执行一定会走位 执行一定会变形 好 我们接着说它两者之间的 直接关系 是互相促进的 表现在 Innersource可以帮助Dialops Dialops相关的CIA和CB工具 可以采用Innersource方式来共建 来自Innersource社区的各种要求 可以帮助Dialops工具 进行更好的迭代 这里呢 我举一个例子 同时反过来 Dialops可以帮助Innersource 因为有了代码 Review的工具支持 跨部门贡献呢 也会更容易 有了测试用力 自动化测试用力 测试环境等的支持 跨部门做贡献呢 也会更有信心 对于Dialops Reviewer来说 他的工作呢 也会更轻松一些 我讲讲企业内部的例子 首先 这个例子是来自于Commoncast 也是来自于 那次社区分享里面 飞王同学提到的 Commoncast内部里 有一个持续部署的软件 它的作用呢 是把业务部署到AdApps上来 并连接AdApps 上了各个服务 一个团队呢 做了这套脚本 它呢 这个脚本的主要功能呢 是 满足这个业务团队的一些需求 当然这个团队 它只使用了AdApps三四个服务 所以这个脚本呢 只能做类似的功能 这个团队把这个脚本呢 部署到 在内部开源 然后让其他人呢 也可以来做贡献 其他团队看这个脚本之后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 纷纷根据它们自身的需求 然后对这个软件进行丰富 加入自己的场景 加入更多AdApps的服务项 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这个脚本 这个持续部署软件的内容 得到极大的丰富 然后覆盖了更多AdApps的服务 然后也覆盖了更多的业务场景 通过内部开源的实践 结果证明 该软件帮助了多个业务的 Divoc实践 也大大提升了多个业务的部署项目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CD的工具 仅仅是在该内部来使用 那么基本上每个团队要做上AdApps云 然后使用各种服务 都要写自己相关的一些部署软件 部署脚本 这会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人力浪费 好了 我检查腾讯内部开源的一个例子 这是国内的一个内部开源的一个例子 南盾CI是由IEG蓝金团队 开发的一个持续集成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它也是采用内部开源的方式 进行协同开发 其他使用到该工具的团队呢 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贡献自己的相关的功能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协作 南盾CI呢 在腾讯内部成为事实上的默认标准 这个工具呢 它的内核和核心插件 是由南盾CI团队维护的 但周围将近有一万个插件 都是由各个其他团队来自己贡献的 该工具呢 功能得到丰富 然后也在各个业务线呢 被广泛的高频的使用 我记得有一个统计数据 一开始他们的南盾CI的调用次数 每天大概是在一万次 但经过了一年半左右 他们的每天的调用次数 已经到了将近有五十万次 每天调用五十万次 被上万个业务线 广泛高频的使用 解决了很多业务线的关键的 持续继承的问题 大大提升了各个团队的研发项目 这是一个 就是说内源和DAV紧密结合的一个例子 说到两者的相同的地方 也要说一下两者不同的地方 Innersource的出发点在于复用 reuse 而DAVos的出发点在于automation 自动化 这是两者的不同地方 但其他地方我觉得 很多地方是可以互相促进 互相借鉴的 好了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它如何同时采纳两者 既然这两个这么好 那么又互相促进 那如何同时采纳呢 这里我给出一些建议 首先在战略上 它需要把项目提升 作为技术战略的一部分 其次在工具上 需要支持跨团队更好的协作 CIS和CD的完整的支持 最后呢 需要在组织和文化上 要鼓励开放透明协作的文化 下面呢 我会根据这三点展开来说 首先战略上要重视 提升效率是一把手工程 领导要重视 需要把提升效率 是作为战略 因为提升效率是基础企业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要放最好的人力 坚持不断的推进 因为有些话叫磨刀不武 砍柴工 提升这种效率 其实就是磨刀 要放最好的工程师 坚持不断的推进 因为提升效率是一个 永无止境的一个工程 其实在工具上 Devos所使用的工具 一定要用Innersource的方式 来进行贡献 因为Devos工具的 所负责的团队 它是没办法覆盖 公司内各种各样的场景的 而要他们去重现这种环节 代码也非常非常高 这个代价也非常非常高 而各个业务团队 如果要上Devos 也还要自己来写工具的话 这是会造成其他的人力浪费的 所以Devos工具 一定要用Innersource的方式 来进行贡献 其次每个内部开源 Innersource的项目 都应该提供CISD的工具 而且可以贡献着 很方便的使用 就是说我看到别人 我在使用别人的项目的时候 我不方便了 我要给他提需求 提patch 这时候他原用的CISD工具 我应该可以很方便的使用 就是说我可以使用他的测试 我可以使用他的那个回归 这些系统我都可以使用 使用完之后 并且用正常的代码预约流程 进到这个团队的代码维护者的 共同流程中 他能很方便的 一样的进行代码预约 然后代码预约之后 进入到CISD流程中 就是说不要为Innersource 单独再造一套流程 而是应该和他现有这个 很好的结合 最后呢 在组织和文化上 需要通过绩效考评 peer review等方式 从上到下 鼓励协同和合作 因为这种Innersource和Divers 实行 它不仅仅是项目内部 开发和运营团队的协助 还包括了项目上下游的协助 最后还包括呢 公司内部各个产品限制性的协助 只要是通过Innersource和Divers 都是可以大大提升这种协作的效率 而提升协作效率 最后呢会体现在产品研发效率提升 最后会体现在产品功能上的快速迭代 快速抢占市场机会上面 好了最后还有点时间 大家什么问题吗 我留在这里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官方的反馈渠道 来提问题 我会一一来解答 当然了如果大家 希望通过线下 这里是我的Linking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 加我的Linking 当然这个是我的微信号 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 这个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号 好了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拜拜